多謝王主席,各位同事 涉及高漢的渝海南灣發展項目已有定案 中申法院最終駁回它的上訴 意味著政府正式收回位於 淌水偉龍馬路和雞頸馬路 總建築面積超過53萬平方米的 一共五幅的土地 對此,政府表示會立即開展有關土地的規劃 準備工作,並且會優先考慮興建公屋 估計該地段可以提供4,000個單位 但是,興建大量的政府房屋 又能否符合目前的社會的需要呢? 政府曾於去年對已出售的經濟房屋作調查 發言當中有1,400間已受的京屋仍然空置 難免會令社會質疑京屋是否過剩 是否能為及真正有需要的人 本年4月底 統計局公布了本澳樓宇的空置資料 整體空置率是達到7.3% 當中有萬多個住宅單位是沒有人居住的 綜合以上的數據 反映出本澳的住宅樓宇存在一定的空置情況 現時是否有迫切性推出新的公屋計劃 都需要待數據反映實況之後 方能起動有關的計劃 否則只會浪費寶貴的公共資源 由一片荒蕪之地發展成為一個移居變民的小社區 完善的交通、社區設施是必不可小 善理、不善、最終只會浪費土地資源 總管收回的五幅土地 附近雖然有機場、北安碼頭、輕軌站等公共交通設施 但是,探製至金剛大道的交通網絡負荷目前都比較重 若然他日大批居民入住 該地區的公交會否不勝負荷 因此應否於該地興建公屋的確需要作出周長的考慮 此外,該地段也欠缺了街市、商店、中小學校等周邊的配套 究竟將該區定位為公共房屋的發展項目又是否適合呢? 這些都是需要政府提出更多數據去支持這個計劃的 關於該土地的功能定位 顧及到社會對公共房屋的需求 建議政府根據條言所得出的準確數字 預留部分土地用作輕建公共房屋 同時,為了配合經濟的多元發展 政府應該是根據整體的情況 因地制而開發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 顧指本人有以下的幾項建議 由於上旨的鄰近機場碼頭 並且附近有國際水平的酒店設施 可以將該地定為本老日後面向世界的重要門戶 將一部分的土地劃分作支持 這個會展、創新產業、物流和商業營運的多功能區 同時,政府也可以根據城市未來發展所需 利用靠近機場的地理優勢 進一步擴大現時機場交通網絡的公交載容量 為日後本老接待更多的商務旅客 作出充分的準備 此外,本老近年雖然積極推動多元經濟的發展 但是也缺乏了土地資源 供有意創業者實現夢想 因此本人建議政府應該可以考慮將部分土地 用作為提供給青年人的創業枯化中心、創業平台 並且同時設立這個青年宿舍 以較便宜的價格 遭予有意於該區創業的年輕一代 讓他們聚在一起 既可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 亦可以使他們能夠專注事業的發展 透過以上一系列的基礎 軟硬件設施的配合 集結和凝聚本老的清創力量 青年創業者可以在沒有顧慮的情況之下 是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多謝